今天要拍的就是每月最愛的影片 最近的影片出鏡率最高的就是我身上這一串的三眼仔燈 每一次這盞燈一出場都很多人問在哪裡買 其實在香港迪士尼就買到了 我覺得以迪士尼的產品來說它不算貴 98元一吋的燈 它按這個按鈕就有不同的斬法 有長開、慢閃和快閃 這個太光了我就無法展示給大家看 它的三眼仔跟Toy Story一樣 沒有變成Q版或者其他版本 我覺得這個正宗的三眼仔是最漂亮的 除了三眼仔之外,其實它有出過很多不同的燈 有那些Halloween版,有一些是米奇的聖誕版 我覺得全部都不漂亮 最漂亮就是這盞三眼仔燈 說起迪士尼,我最近都買了這個袋 它是毛毛來的,怪獸公司裡面 超可愛的 我自己真的在冬天拿這些毛毛袋 很溫暖 前面會有毛毛的樣子 後面會有波典套案 我覺得這兩顏色配搭都很漂亮 不是迪士尼裡面買的 但是是一個台灣的品牌和迪士尼去聯繫的系列 不單是毛毛,就算是三眼仔,或者是爐梳紅也好 它也是用回原本的顏色,但偏向灰色的感覺 我覺得這樣就會比較適合成年人用多些 如果它用到超鮮色,跟卡通一樣的顏色 這款,無論是韓國也好日本也好 都是一些比較新出的款式 I-Edit這個品牌我之前也介紹過 但現在這款藍藍色的就是它們新出的系列 現在手上拿著這個是H06號色 這個系列它全部顏色都是H開頭的 會比舊款更加水潤,帶上去更加舒服 我自己買了三個顏色之中,最喜歡就是H06號色 它的外框有少許灰綠色,中間有少許金啡色 但戴上眼睛的顏色層次不會很分明 所以不會有一個很強勁的黑框在外面 放大效果是有適量的 但不會把眼睛由這麼小變得很大 是比較自然的一款孔,但看上去是比較有蒙露感 然後第二款就是韓國OLANDS他們新出的BIVIRING 這是日框,他們也有出月框 你會看到跟剛才不同 就是它這款外框是一個比較深的啡色 然後裏面有少許橙啡色 比起它之前推出的secrets,spanish系列 我覺得它是比較自然的 而且沒有那麼紅系的 我覺得有點偏向日系的一個框 而且一樣是OLANDS的框也是非常好戴 但一天全天都不會覺得乾 所以如果你想有一個有效果但也算自然的韓國框 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然後這款也是日本框 會是比較彩色的系列 大家看到它是一個紫色粉紅色的框 看上去好像很浮誇,但戴上去也不會的 一直以來我都想嘗試不同顏色的框 有些是戴上去就覺得很恐怖要馬上脫 這一款絕對不會的 但是這一種彩色框 又有一個小小的缺點就是比較乾 它不會乾到兩三個小時就忍不住要脫 大約五六個小時左右 我就會覺得是時候把它脫下來 它不會是一整一、十幾個小時都可以的 接著就到一個頭髮的用品 它是一些護髮油膠囊的產品 我在極安電堂買回來的 一批六粒是二十元有找的 所以很便宜的 它們是有出很多不同的顏色 我自己最喜歡用的是紫色的 因為是比較適合一些受損頭髮去用 因為畢竟我的頭髮都漂過很多次了 我自己用法是洗完頭髮後 趁頭髮還濕未吹頭髮前 就會開一個膠來 撕開它前面的尖尖位 然後就可以折落掌心 它會比較稠的 你搓勻它 整個頭髮就這樣去塗 因為你看到它這麼小粒 以為這麼長頭髮都塗不完 其實是可以塗得完 只要推開一點 和薄一點的塗就可以了 不需要塗得很厚或者很油 它是夠潤的 之後再吹頭 你就會發現頭髮是比較油順的 我覺得以一個低成本來說 它的效果都算是非常不錯 它的味道都很好聞 而且很適合帶去旅行用 完全是不佔空間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可以購入試試看 不過就不給太大的期望 可不可以把死草去回生 但我覺得它是有加成的效果 接著就是一個護膚品 它就是後的陸容面膜 究竟我有沒有跟大家介紹過這個面膜呢 因為我一直都有一直用 特別是冬天的時候 就更加喜歡用 但好像因為經常都用的關係 我就不知道有沒有介紹給大家 我到今天再介紹一下 這個面膜呢 它可以做到就是滑深層清潔 還有滋養修護皮膚的作用 這支出來給大家看 它是一個比較黃黃的顏色 非常之稠的霜霜狀 你看到好像漿糊一樣 很難推 但你一直推的時候 嗯 你就會發現它一直有微微的發熱感覺 都很明顯的 不需要很大力的 只要這樣推開它就可以了 之後呢 它就會變成一個好像柔柔的狀態 那我就會把它敷大約十至十五分鐘左右 它是貫徹了後的一個雍容華貴的一個系列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其實很放鬆 而且你在冬天用的時候 有時候真的很怕敷面膜 冷冰冰的嘛 但是它這個塗下去是熱辣辣的話 就會很不介意去使用的 而且你擠出來 推開的時候 覺得它很濃稠一定很難洗 絕對不是 你是用水一沖就已經洗得很乾淨的了 但是呢 我就不是說很看到明顯深層清潔的效果 但我相信它發熱的時候 是會有打開毛孔 令到你洗臉的時候 就可以清潔到毛孔裡面的髒東西了 至於修護皮膚 我覺得它這個柔柔的成分 真的可以滋養到皮膚的感覺 而且我覺得它是很適合一些 臉色蒼白的女生去使用的 因為它的發熱效果 是可以促進血液循環 所以你連續去使用的話 你會發現自己的血色會比較好 我覺得有這個作用在那裡 到最後就是我之前的影片 有介紹過Charlotte Tilbury的這個胭脂了 它的色號是叫做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說 為什麼它會列入了我的最愛呢 因為本身我對Charlotte Tilbury 最有期待的應該是眼影 因為大家都讚了 所以它好用我覺得是應該的 但是我又不覺得太多人去推介它的胭脂 我覺得這個胭脂是挺經驗的一個產品 我今天也是用了這個胭脂 我喜歡它的原因 是因為不要說粉質 因為粉質好 在專櫃來說 我都覺得是應該的 所以它的粉細緻 幼滑 全部我都覺得它在價錢裡包了 但是專櫃的胭脂 有時候的缺點就是它們太顯色 例如NARS那些 它是好用的 但是你一畫上去 你會很明顯看到這個範圍 是一個胭脂來的 就是你推開的時候 要用一點心機 才可以做到一個比較自然的效果 或者是你要出手的時候 可能要輕力一點 或者要遷就那個力度 那我就覺得是有一點點它的不足 但是Charlotte Tilbury這個 絕對不會 它是超級自然的 我試過無論用一些貴的掃 一些便宜的掃 你只要不斷把它混開來用 然後不斷掃 不需要任何技巧 不需要任何手法 它都可以掃到一個很自然 好像你由皮膚散發出來的一個紅潤感 完全沒有界線的感覺 我真的超喜歡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了一些11月的最愛 也應該是今年最後一條每月最愛的影片 接下來12月會跟傳統去拍 今年年度最愛的一些產品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紅色是六的下午三點和日的下午十二點 好了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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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